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林承映投资密码 我们在这一次的话呢 为各位朋友来介绍世界上权力最大的金融机构 叫做美国联准会 它中间的架构运行 以及大家常常听到说联准会开会 实际上联准会要开的会很多 但是大家最关心的是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 那么他就会提到他的到底会不会升息 然后他的一些做法 那么接着我们讲说 FOMC就是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 那么他到底如何的去做追踪呢 因为他要开会 说实在我们当然要会后才会知道 但是会有人从蛛丝马鸡中间的话开始去看 那么这个对我们操作就有帮助了 因为根据追踪的话 其实市场上面可以用的工具 可以提前预知联准会的动作 那这有意思 我们花个几分钟来跟大家介绍 好2018年的时候呢 美国联准会的会议的行事例 我们把它给列出来了 一共有八次 我们跟大家提过了 从这个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 那中间这四次的话是最重要的 三月份刚开过也升息了 所以下一次的话是六月份 那五月一号二号 虽然也有一次的会议 但是这次的影响性会比较小一点 好我们看下一页 那么在联准会呢 会后的这个记者会 那你说我不是记者 我没参加 我怎么知道这中年有什么重点呢 没关系你上联准会的网站 所以我上联准会的网站呢 我们把这个画面给大家做参考 这就是联准会现任的主席叫鲍威尔 他在夜轮之后呢 第一次主行FOMC的会议 其实主持得还不错 还有这个大将之风 那么对想要多研究的朋友来讲 最重要的是这个画面的旁边 他旁边来说呢 我们这次的会议 有一些的资料可以给你做参考 相关的information做参考 所以你看有PDF档啦 有HTML档啦 然后还有什么Note啦 然后Projection Projection的话呢 就是他的经济的预测 好 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你上网可以看 并且你可以下载 好 那么FOMC他的经济的预测 3月21号 哇 大家一看 这么多英文的话都快要昏了 那怎么办呢 我跟各位报告 画繁为简 分析的时候是这样 那你这次搞清楚 你下次就很简单 怎么说呢 这么多是什么意思 他其实是联准会 这个FOMC在开会的时候呢 他们提出的经济预测 然后跟上一次做比较 上一次的经济预测我们讲 八字会里面就三六九十二嘛 对不对 所以三月份的预测提出来之后 上一次提是什么 十二月啊 所以我们看 这边有一个December 就是十二月份的预期 然后呢 这一次 就是说呢 这一次的改变 Change 在这个 实质的GDP上面的改变 那你会发现了 2018年的时候 原本预期 去年十二月说是2.5对不对 现在2.7啊 所以经济比预期好 那么下两栏 一个叫做失业率 一个叫做去年十二月份的预期啊 失业率的话呢 三点 原本是三年九 现在变三年八 失业率是不是又往下滑 经济比预期好 失业率又往下滑 哇那这个大环境其实还不错了 那接下来就要担心有没有通膨 对不对 通膨的话在底下 那么PCE Inflation PCE个人消费支出 这是联准会他常常在看的 因为我们一般是看 消费者 那么物价年参率 但是他们是看PCE 那我发现说呢 没有太大的改变 1.9跟1.9 那接着核心的PCE 那么扣掉波动大的食物跟能源之外呢 1.9跟1.9 所以这里得出一个结论啦 那么这一次联准会的经济的预测 叫做说呢 经济比预期好 失业率比预期低 比原先啦 比去年12月份的估计还要低 通膨没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讲说经济的话 其实在联准会的看法里面 以2018年来讲的话 是一个乐观的线线上 不过这个表其实蛮大 我采用的是中位数的这个表 那么后面的话就包括像是说呢 他们对于这个基金利率的看法 那么到这个2018年会到哪里 2019年会到哪里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做参考的 所以总体来讲呢 我们知道说这张表虽然看有点复杂 但你只要了解这个项目之后 就是这次的预期比上次好 还是比上次差还是一样 那么如果经济比预期好 如果失业率比预期还要再低 然后呢通膨又没有太大的改变 那基本上全球的景气发 这个发展的方向持续 就是我们讲的叫做日证当中 好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那么你说这太复杂了 我那么多英文的话 还要翻译我搞得快婚了 那没有关系啊 因为很多人去看了之后 他会不会做出他的解读 那他们他们做这个解读之后 你知道市场上就有一些的高手啦 法人啊然后他们跑去做期货上面的下单 因为呢期货是预期未来嘛 所以他做未来下单的时候 这个就会透露出这些人判断的方向 那么也因此呢我们讲说 资料来源是什么呢 CME那么在我们在之前的投影 在影片里面跟大家提过的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 那他有一个呢可以追踪联邦基金利率期货 这就追踪什么 追踪联准会他的一个行动 所以啊预期在下一次的会议 就联准会下一次的会议 我们刚刚提过 好五月一号嘛 那么下一次的会议呢会调高利率 会不会调高利率呢 这个是维持原样的几率 这个是呢调高的几率 所以各位看 百分之九十五点九的几率是不会调高 所以五月份的话呢 联准会的升息几率的话是很低 那根据我长期的追踪 基本上这个数字大概只要超过九十以上的话 几乎百分之百 那联准会做的 真正开会之后做出来的决议 跟期货就是会一样 也就是说五月份就不会升息 那么下一次升息可能就要到六月了 那这样我们各位朋友是不是花了几分钟 那你就能够了解 全世界权力最大的金融机构 它的动向了呢 而且你可以自己上网把它找出来啊 好那也希望说呢 我们这样子的这个观点的分享 经验的分享 那跟投资朋友讲 你怎么样自己去看 对你有帮助 也祝您了投资顺利 谢谢